哈喽,大家好,我是滔天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邻居家太姥姥教我的薄皮肉馅饼 尽到耐嚼的饼皮裹着鲜香味美的内馅 咬一口瞬间就能感受到丰富的层次感 喜欢的小伙伴赶紧跟着滔天的视频做起来吧 咱们先取300克家里常用的普通面粉 加一克酵母粉,两克盐 用筷子搅均匀 慢慢加入170克不高于40度的温水搅成絮状 饼皮好吃的关键在于其柔韧度和弹性 和面的时候加盐是为了增加其筋性 而加酵母粉是为了烙出来的饼皮不发应 但是不能加太多了 一直搅拌成这样的絮状就可以了 下手将面絮团成团 放在面垫上将面团揉光滑 这也是饼皮好吃的关键一步 咱们千万可别偷懒了 一直揉到面团表面光滑 没有明显的颗粒感就可以了 扣一个盆子松弛20分钟 面团松弛好后搓长搓细 分成几个大小均匀的面剂子 再揉光滑方便下一步操作 放进撒了干面粉的盘子里 盖上保鲜袋放一旁松弛30分钟 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调馅料了 肉馅里加入4克盐 3克调和面 3克鸡精 5克生抽酱油 适量老抽调色 3克花椒面 用筷子搅均匀让肉馅充分吸收料汁 再倒入半碗用生抽酱油泡过的红薯粉条 半碗韭菜碎 15克熟菜油 搅拌均匀咱们的馅料就调好了 一定要注意韭菜碎是快要包的时候才放进去 要不然容易出水 松弛好的面剂子擀大擀包 要四五勺调好的馅料放在饼皮中间 馅料一定要多点才好吃 最后像包包子一样收口放一旁松弛一会 等所有都包好后取出第一个擀大擀包 咱们的生胚就做好了 预热好的电饼盛里倒点油刷开 然后将做好的生胚放进去烙熟 一定要给表面刷点油锁住水分 这样烙出来的饼皮就不会发干发影了 盖上盖子烙九十秒 切开盖子 咱们的薄皮肉饼也鼓起了大炮 说明饼皮非常柔软 用铲子翻面烙另一面 翻面后再烙九十秒 时间到了咱们的薄皮肉馅饼也就烙好了 皮薄馅大咸香味美非常好吃 喜欢的小伙伴赶紧试一下吧 饕贴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不一样的美食 感兴趣的朋友点个关注再走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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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